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请坐 请坐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归依三宝 阿舍黎传念 我弟子妙音 此从今日乃至名存 归依佛陀 两足众传 归依達摩 離欲众传 归依增奇 注重众传 请看大经科著 第八百九十六页 八百九十六页 第七行 第一个字 第七行 第一个字看起 明也 此明智下得好 靠此即明心见性之明也 所明者即无上下之平等理体 即是心也 即是心也 心六祖 慧能大师 和我们讲的 本来无一物 动达动者动然明白也 達者悉心达本也 这几句话非常精彩 穷尽心愿 故弱 动达 我们将这几句话 温一温 明心见性 性是什么 能明是自性 所明的就是无上下之平等理体 即是心也 是真心 是真心 不是妄心 真心是什么 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说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爱 就是这个心 这个心是真心 能生万法 能言万法 万法就是 遍法界 虚空界 一切法也 敦决 权 唯賤 楗的 República 愿 看到了,聽到了,六根在六層境界裏面,這個時候,不起心,不動念,不分別,不執著, 世出世間一切法都展現在面前,這個六根跟我們現在不同,現在是迷了, 眼,見到,片髮戒虛空戒,以聞,片髮戒虛空戒,甚至,地,舌,身,矣。 片髮戒虛空戒一切化,就在面前,是點的一回事全明白了。 為何會有這種現象亦明白呢? 這個現象起,起了之後有什麼意思亦明白呢? 樣樣都明白了,徹底明白,叫動言。 悉心達本,真心認識了,但是通達,通達到一切法極根本。 念老註解道說,窮盡心源,固若動達,窮是追究,越追越深,到最後,明心見性, 那樣就叫動達。 會說,以正入,識動達,即此而也。 動達有什麼意思? 正入。 就是正入的意思,徹底正入。 就是正入的意思,徹底正入。 如果通常我們講正入,話言經講得好,初著菩薩就正入了。 好正入的意思是個難度。 浊嗎? 有畢端,不完滿。 初著上面還有二著,二著上面還有三著,向上去有十著,再向上去有十行,再上去有十回向十地……等各妙各。 所以它上面有四十二个阶级 讲动达 正义 这四十二个阶级都是动达 动达有浅心不同 但是真的 都是明心见性大切大悟 那些人修行的功夫可以讲道家了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阶级 这么多阶级是无耻蒙明的杂气 蒙明真断了 确实无了 杂气在 杂气一般初学同学不容易懂 古大德时时用酒瓶来做比喻 酒瓶里面装的是酒 酒倒干净了 里面抹干净 确实一点都无了 但是闻一下酒瓶还有味道 这种叫杂气 这样东西难断 没办法抹得干净的 好难断 怎么好 将瓶盖打开 摆在那里 摆个半年 摆个一年 再闻一下 断了了 这种是明心见性的菩萨 有点这么多 到妙觉真无了 用几长时间 佛同我们讲三个阿僧奇劫 我们这样先明白菩萨修行成佛要三个阿僧奇劫 就是这些蒙名杂气完全干净一点都无了 要三个阿僧奇劫才能做到 它是无办法断的 所以无功用到用不上力 你用力它就又多了 就又迷了 越迷越深 所以用不上力 除得它了 就用这个方法 除得它了 那几久呢 三个阿僧奇劫 再一点都无了 先叫做 妙觉如来 圆满感融入上直缸 前面未圆满融入上直缸 是融不圆满 带着一些杂气 所以不容易 我们现在杂气毛病太重 不知不觉就犯过失 知道 好清楚地知道 但是 还会发脾气 还会遇到 心里头喜欢的有贪心 好想据为己有 由此可知 杂气真难断 回溯度 用正入 来解释动达 与这道意思相同 无边际 树穷上下 横果八方 这是树 过去未来 过去未来 十方说上方和下方 横果八方是东南西北 四方四围 東南西南東北西北 那就是三勢十方 三勢是講時間 十方是講空間 這八個字將 整個宇宙都包括陣 時間同空間 講圓門 過去未來 時間無邊際 過去無恥 未來無縱 十方無邊際 找不到邊 找不到邊 為甚麼 智聲 無時間 時空是個幻相 是假相不是真的 所以 你明心見性 你見到真性 真性裡頭 沒有時間和空間 幾大 真的 古人說的 這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其大無礙 其小無奈 你說大大無邊 他無外 小呢 小無內 比我們這樣的一個概念 比他在世找不到 沒有邊際 亦是沒有邊 誰知道 有好心的概念 對這件事情 事實真相 毫無懷疑 是法身菩薩 全教三言 十住十行十回鄉 還不知道 他搞不清楚 登了地的菩薩 才知道 十地菩薩 到第十地上面 等個妙覺 才究竟圓滿 這個是真相 我們要用真心 知誠心 清淨心 恭敬心 來讀經 來聽經 你就能體會到一些概念 這幾句話 時間空間沒有了 這種是真相 時間空間沒有了 整個時空是一體 換句話說 時間空間是什麼 時間空間是自己的真相 我這樣說 你比較容易體會 真的是我 沒有時間空間 我們現在生在有時間空間 這個環境裡 是夢中假我 我們有發夢 發夢是個經驗 夢中的世界從哪裡來的 夢中的我從哪裡來的 有醫部有正部 有時間有空間 醒過來之後沒有了 夢裡 明明有六歲 國後空空 大千 沒有了 我們現實的環境 就是那些夢中境界擴大 一樣同一件事情 那些夢 是迷失自性 是迷 迷惑顛倒才會發夢 頭腦清醒不會發夢 現在我們做這場大夢 是迷失自性 男大師說得最好 自性點的 自性清淨 我們現在被掩污了 被什麼掩污 被五欲六層掩污 被假的時間空間掩污了 我们以为他真有,还对那些事情根根计较,不知道他是假的, 时间空间放不下,日日挂着我现在去哪里,这些空间, 几点去除房,几点做什么,那些时间全都是假的,将假的当做真的, 真正过悟的人,你去见他,他多数在定中,他接见你, 看着你,你有问题跟你解答,没有问题,他没有起心动念, 实际上,他在这里传法,我们无法接受,他的样子就是表法,看不懂, 什么是佛,他就是佛的样子,什么是菩萨,他验菩萨的样子, 佛菩萨阿罗汉都无法好说,他说什么, 你有怀疑,你有忧虑,你说出来,他将你点醒, 这种是头痛以头,脚痛以脚,不得已的方法,帮助你离苦得乐, 愿成熟啦,他们能观计,他传给你一个法门, 你提升你自己境界,慢慢出来六度轮回,出来十法界, 静得法身菩萨修行正果,最稳当,最简单,最容易, 无过于信愿,愿迟明,往生静土。 这个方法人人有份,人人都能修成。 关键,你要将这个世间放下, 为什么放不下,要将这个世间看破经上讲的讲真话, 你全明白啦?全明白怎样呢?该放下啦? 那一放下就入定啦。定中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什么叫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定。 正是不分别小定,阿罗汉正得的,大定无分别。 为什么不分别一体? 性上不分别一体,性就是自性。自性所现的上,幻上。 自性是能现,能生,所生的一切上就是自性。 性上是一,不是二。 所以虽然一切上不好,着上,假的。 就和发梦一样,你不去执着它,没有事,它不爱事。 你将它当真就爱事啦。你不将它当真,不爱事。 是一体的。现等它现,不现等它不现,都不要理它。 你总是明心见性的人。 下面那两句话,佛志所照亦浮如是。 和经上讲的那些境界完全相同。 时间空间无辨迹,不可窮尽。 故会所若,是则佛志所照亦。 佛志所照亦见,不是想见。 无诗无想 你看中国人古人 你不佩服他不行 他做那个诗 做那个想 诗是什么诗是分别 上面一个田 下面一个心 田是什么 画格仔 有界限 这样叫是 想呢 想就是上 有个上 想人就有个人上 想佛有个佛上 想什么 你心里头有个上 你看心里头有上叫上 心里头有分别叫思 思想都不可得 假的不是真的 你的思想是幻想 无事实真相 梦境是假的 梦境的寿命有几长 那些梦的现象 存在 有几长时间 就是弥勒菩萨讲的 二千二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单位是兆 就是说一秒钟 它的波动现象 那个思想 已经生灭 二千二百四十兆次 就在眼前 从来没终断过 从生到死 生到死 带来的 死亦带去 这就是轮回 这就叫十法界 除非 除非你将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没有了 恭喜你 你就入诸佛境界 就同经上这段文 讲的完全一样 你正过了 至于 家常疏弱 正过 无有形式 上下好丑之意 正过 那是怎样的 那没有那些念头 没有那些分别 没有那些执着 就正过了 什么时候正过 不用问人 人家不知道 问自己 怎么问法 你问放下了吗 执着放下了吗 放下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再放下就是菩萨 菩萨再放下就成佛 阿罗汉再放下见识烦恼 阿罗汉又是非 阿罗汉再放下就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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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就成佛 在世堂執着一样东西叫做我,那错了,每样都是我,那就是对了。 学佛的人初入境界,就是知道一切万化都是我,你看! 能大师那句话好好记住,他那五句话讲得太好了, 时时拿它来对照,时时拿它来做标准,来量下我们究竟学到什么。 何其智圣能生万法,怎能在万法里单独称身是我,所有万物都是我, 整个佛法是我,基督教也是我,医生难也是我, 回交,什么东西都是我,整体是我,为何在里面选择一点, 叫身见这个区学,这个身体,叫做我? 这是什么?加两个字就对了,我的身体,这个是我的身体, 那可以,我呢?我是遍法界虚空界,我的身体。 看到人家,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实际上呢?是一个大我包住的,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种叫真相,不是真相,真相呢? 这种相,是真相,是真相。 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相,都是我梦中的相, 在梦中能现,能变。 能变。 能变也是我,是我的妄心,我的眼泪耶色, 将我所现的那些幻相, 将它变成十佛界,将它变成六度轮回。 这就是念头, 如何的变化,跟着念头变。 古人,阿那耶色里头, 没有核子武器, 没有原子弹。 他们生生世世, 不会多核爆地獄。 因为他没有这种念头。 我们经历二十一世纪的人, 有这种经验。 二次大战结束, 是两个月子弹结束的。 我们就会有核爆地獄。 这就是佛经上常说的, 一切法从心上生。 这些世间法。 出世间法不从心上生, 心上都没有了, 出世间的。 阿罗汉, 匹知佛, 菩萨, 佛, 先言前。 这是什么? 不惰日本, 第二天主耶统统都是我。 牽润, vě陀是我? 基督世界是我? 灌呀吴细智是我? 一样不是我? 这就叫真正认识佛教。 我還能騙人嗎?我還能犯戒嗎?不會了! 我在這個世間慢慢走向大次大悟的辭聖,這種是圓滿功德。 所以家長數裡頭幾句話說得好,靜果什麼叫靜果? 無有形,形是形狀,色是色相,大小方圓叫形, 紅黃藍霸叫色。 無有形式,上下好醜之意,全平等了。 上個宇宙,所以光悟就平等了。 還有分別,不平等,凡夫。 六道凡夫,有分別,有執著,有起心,有動念。 就是他有好醜,有形式上下好醜之意,他有這些。 是動達是智,無邊際是真地景。 佛眼看世間,世間法有無,有。 佛來這個世間,世間應化身,為我們講經說法。 和我們講事實真相。 聰明人一聽就懂,他就契入真正做佛的學生。 。 六道凡夫,煩惱重,聽不懂。 聽不懂佛藝教你,教什麼? 教你孝親,尊是,教你倫理,道德。 由 upload 同膜門 comes over one day故irty escape人兒其中的乘逝 聰明に是生命以後無種生惡憎 invece於生惡度。 永飛都是天子佛受付的 proserk οποishes預想到生惡度。 能當仁天特別善惡道。 人天ietet兩邊這天 sotto花油財道。 能當仁天兩小道。 仁天蠻凝透を得очку quis求求你、付出你知情へ蛇推 fi肉儡帝度尊持序 作 voor懊ания。 淨得少盛,見師煩惱斷了,不會再認為這個身體是我, 這個家庭是我,這些土地是我,這間屋是我所有的。 我大地是我,不會了。 阿羅漢將這些所謂邊見,界限,通通撤銷了。 菩薩不分別,阿羅漢還有分別,不執著。 菩薩被阿羅漢告,對真相了解得比他清楚,分別放下了。 無分別,清淨心才能延遲。 可見得,清淨心不容易得,阿羅漢不執著得清淨心, 這個清淨心,清淨程度淺,不深。 好像清淨了,菩薩是真清淨, 無分別了。 佛是究竟清淨, 將那些菩薩, 分別執著轉變成智慧, 來教化眾生。 所以,所證果果,無諸差異,是無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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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菩薩,講佛,講佛有高下,佛最高。 菩薩其次,阿羅漢最低。 因為,佛是這樣教我們的。 為何這樣教,適合我們的程度,這樣說,我們懂? 如果跟你講,無有高下。 無有高下是誰講的? 跟法身菩薩講的? 不是跟我們講,講真話。 我們亦不是講謊, 行信眾生, 隨喜、公德。 眾生,你就是這樣的程度。 我講的適合你的程度, 你能理解。 絕對不是假的。 法句句都是真話。 知。 啟真逆景。 據無編綵與匯塑同意。 匯塑的意識相同。 講法不同。 視與陣影塑又有益學長抑弱, 但能念道,行得顯著, 不简上下,同德皇神固然,住于无上下也, 这亦说得好。 但能念道,念道,道是成佛之道, 成佛之道无量无变。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无量无变的法门都能成无上道, 只要你会用功,用功一定要守住, 一门深入,长时分寿,这样才行。 门只能从一个门你能进去, 从两个门你能进不去,这个道理要懂, 为什么? 五,全凭真心,真心是怎样的? 慧能大师明白地和我们说, 真心无动摇。 第四句说, 何其智性本无动摇, 真心无动过, 无摇晃过, 这就是智性本定。 什么是真心? 智性本定是真心。 这个心能生万法, 遇到缘,它能现, 遇不到缘,它不现, 它现不讲得它有, 它不现不讲得它无, 就对了, 你对它不好起心动念, 估得讲的。 起心辨错, 动念即怪, 不好起心动念,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智慧, 智性本具的般若智慧, 在六根门头起作用, 虽起作用, 无分别, 无执着, 不起心动念, 这种叫佛见, 佛所见的, 和我们见的是一样的, 但是它知道是假的, 它无摆在心里, 它无分别, 它无执着, 这种叫真清静, 究竟彻底的清静, 至于静影朔, 又有一说, 朔若, 但能念度, 行得显著, 不简上下, 同德往生, 固然, 住于无上下也, 但能念度, 我们现在的度, 是阿弥陀佛, 就这句, 名号, 好像可言老和尚, 你能念九十二年吗? 恒德显著恒德, 我们中国人说, 五常, 五能是道, 五常是德, 五常是什么? 仁二, 礼, 自信, 你将它做到了, 表现在你日常生活中, 主事代人占物。 如家常讲, 孔老夫子, 学生对他的赞叹, 老师又不得, 那不得, 我们也可以何, 温良功劍阳, 父子一生, 无论在几时, 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看到他, 他个人, 温和, 一丝毫, 熔万都无, 温和, 善良 心里头 没有贪亲千万疑 善良啊 充满着爱心 佛法讲的 大慈大悲 念念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行得显著 恭敬 曲礼药 无不敬 对人 恭敬 对事 恭敬 这个恭敬 认真 负责 对事 恭敬 对物 恭敬 动物 植物 山河大地 无不敬 对山河大地 他有恭敬心 对花草树木 当然有 对花草树木有恭敬心 对人 怎会不恭敬 哪有这种独立的 对人能恭敬 哪有不孝父母 不尊师众道的 无不敬 表现在外面 行灯 显著 所以 它无分别 如同灯 同灯 往生 住于无上下 敢往生到极乐世界 苹为告 苹为告 这种是什么警戒 程中说的 你一心的警戒 你一心的警戒 生死 实报 庄严肃 同化炎 愿教 大乘 初驻菩萨 平等 是这个皆为 固然 固然 住于 无上下也 若得生比 神通 动弹 无有 鞭制 只要你生到极乐世界 无论 无论 什么 品位 就算是 凡性同居徒 下下品 往生 若得生比 是从这个标准讲的 道者西方基乐世界 就得 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的 加持 真加持得上 这样一加持 仿佛 你自己 自性里面 本自具足的 通通 现前 不是你的功夫 现前的 是阿弥陀佛本愿 威神 加持你 先现前的 无有鞭制 无有鞭制 神通通达 无鞭制 它能一念之间 现无量无边身 每个身度一尊佛的道场 去拜佛 拜佛做什么受福 去听讲经 收为福为上寿 那个化身真有用 不是发梦 是化身 你想想 它可以在一日时间 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的 一次完成了 完成怎样呢 它毕业了 它圆满了 我们现在无办法同时收两门课 它能同时收一切课 能听一切诸佛如来 每尊佛都是它的老师 你说那里要不要去 还有哪里比那里更好 这个世界所有的 都是鸡毛蒜皮 你还要吗 录底放下了 再无留恋 平平稳稳 稳稳荡荡 阿弥陀佛来接人 就跟它去了 这样就真恭喜它 故魂东丹 无边际矣 所谓 上中下三辈皆得往生 故魂无上下 通通往生了 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有上下 七宝慈的年花 三辈九品 哪会无上下 这个无上下是什么 是到极乐世界 你的神通道力 得到阿弥陀佛一加持 无上下了 是这样的意思 搞清楚 不怀疑了 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 特别感恩 都是得到他的加持 帮助的 没有佛这么不行 这么说真的 佛最高 菩萨是中间 阿弥陀佛是最下 有上下 现在往生到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土 也是无上下 这三种古著 都可以合迈来看 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 极劝 王圣 王圣 他里面经文分六小段 第一小段 极劝勤求 经文不多 只有两句 两句 讲同一件事情 儀國勤精盡努力自求志 釋迦茂尼佛將《極樂世界》介紹給我們 下面的事情是我們要勤奮、要精盡、要努力 求得皇上 不辜負釋迦茂尼佛的苦口婆心 我們看註解 此段以前所說 《極樂聖眾之功德自為》 生到極樂世界的人 《極樂聖眾之功德自為》 此段乃誓尊喚醒發會大眾 《極勤收集求生極樂之詞》 《極樂聖眾之功德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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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樂聖眾之 Intro》 只要你真發心,發心而去不到的,被淘汰的,是對這裏沒有放下。 這個是關鍵,我們不知不得的,放不下就是障礙你往生。